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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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 回来了 老爷子呢 你怎么着 没什么 没什么 思思 怎么了 怎么了 小琪参加十二舞蹈大赛 没有通过副赛 你怎么知道 我陪她去了 还有姚阿姨 姚阿姨说不让我告诉你 她说你为了让小琪能够继续比赛 还特意帮她找了舞蹈老师 她已经很感激你了 所以不想让你失望 小琪难过吧 小琪难过吧 当然难过了 都是我不好 是我骗小琪说 长姐姐会为她加油打气 她才去的 比赛的时候 长姐姐没有来 小琪在舞台上光顾着找长姐姐 就把舞步给挑错了 马志武 你骂我吧 马 你有什么用啊 再说你也是好意 我必须找长蕾去 她不能再这样 她必须振作起来 否则她辜负了大家 也耽误了小琪 马志武 你别去 现在长姐姐是最难过的时候了 你去没用 长泪雪 你不要逼我 这么多年 我一直背着这个黑锅 你以为佳佳的死 是我造成的 是你 是你这个做母亲的 害死的佳佳 你就让我进去见见孩子吧 我们可是有协议的 一周看一次 你不能三天两天 来打扰我的生活 那我 我把这个洋娃娃给她 给完她我就走好不好 她已经睡了 她不会出来的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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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妈妈在这儿呢 佳你上哪儿去 她走跟妈妈回去 你不是我妈妈 你 你别打孩子 你别打她 走跟妈妈回去 妈妈不哭 佳佳乖 佳佳一定把琴拉好 拉给妈妈听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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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问李戴琴出来了吗 还有孔子在后边的啊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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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麻烦您能跟我女儿再补一下课吗 她明天就要比赛了 对不起啊 我女儿今天想激情比赛 我等着去见我女儿呢 明天好不好 明天 可是明天她就要比赛了 哎 麻烦你了 求求你好吧 帮帮忙 陈老师可以再陪我 练一遍吗 我那个动作总是不会 求求你了 跟我进来吧 来了 来 佳佳 你去去吧 妈妈不会来了 不 我妈妈答应过佳佳 一定回来看佳佳的 佳佳要妈请给妈妈去 这孩子是不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走 跟妈回去 不 我要去找妈妈 佳佳 听话 跟我回去 佳佳 我要去找妈妈 佳佳 回来 佳佳 佳佳 我要找妈妈去 佳佳 我要找妈妈去 啊 佳佳 都是你的错 你知道了 你让佳佳失望了 要不是因为去找你 佳佳就不会掉下去 所以 你别怪长姐姐 她是因为教了其他孩子跳舞 错过了和女儿见面的时间 才会导致她女儿意外身亡 她心里已经很难过了 她心里已经很难过了 所以没有和你说 那她为什么跟你说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吧 她说 有些人注定不配得到幸福 她就是那种人 但她特别希望你能够幸福 她还说 我能给你幸福 我去找她 你别去嘛 志武 她虽然说把你交给了我 可是我不会收 我起码现在不会收 因为我觉得这不公平 这是趁人之危 我看得出来 长姐姐现在心里很乱 她就像一个掉入深渊的人 既放弃了求生的希望 又希望别人能够拉她一把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想办法救救长姐姐 铁钧 可以 想办法赚 可那三个项目不能放弃 少了三个项目没什么大不了的 挺多公司今天少挣点钱 你对他们太客气了 我知道你为了顾及面子 不愿意跟他们撕破脸 但是你可以杀一井百呀 我铁头什么时候靠杀一井百来立为忘了 少了他们更好 以后我的队伍会更团结 这是你的想法 那你是什么想法 你非要让我承认 我管理乌房公司留不住人 还是非要让我承认 我当初看走了眼 把公司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几个吃里趴外的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贺铁军做人堂堂正正 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钱因为都是挣不完的 不过雪红你给我记住 以后千万不要给我掉份 铁军 你再一碍 你再找我 好 怎么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瑞雪 我是不是老了 你怎么会说这些呢 我就是觉得不踏实 或者说是有落差吧 以前我跟铁军 真的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做任何事情都有商有量 就算有了分歧 也会和平解决 这两年 我们两个的事业 做得都还不错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的共同语言 越来越少了 现在也就制伍的事情 他还能听两句 其他任何事情 他都听不进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已经审美疲劳了 还是疲劳到已经厌烦了 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 总感觉缺点什么 有时候 一整个晚上 我们两个对着电视 一句话都没有 你 你都不知道 当时我的那个心 就像那房子一样 空荡荡的 没招没落的 有时候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领养个孩子 这样我们 对不起啊 我光顾着说自己的事了 没事 真的没事 这是什么呀 圆满送的 圆满 他从小张那儿直到我住到这儿 正好顺路过来看看我 说这个是女性保健品 还是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吃 我也不懂 非得给我 我就只好拿着了 他也是好意啊 你就试试看嘛 我对保养你一点都不感兴趣 从来不吃这些东西 小红 你拿去吧 那怎么行啊 我不吃 你吃呗 拿着 谢谢啊 谢什么 你还不高兴啊 谢谢啊 是他吗 是他吗 好像是 什么叫好像是 你不说你知道吗 这好像就是那天晚上 找程姐姐的那个男人 是谁画的 这是谁画的 小级画的 你缺心眼啊你啊 那么点孩子画的能行啊 我觉得有点像啊 你看这脸型 发型 先不管了 上 我上什么上啊 我万一上错了怎么办 能瞎上了 算了算了 可以再说 先找找证据再来 马主 你还想不想帮长姐姐 嘿 谁的 怎么样 接下来看你的了 小号 你是谁拿吗 是啊 你谁啊 你甭管我是谁 我有点事跟你说 小朋友 我就带你去那边玩好不好 好 别紧张 放心吧 我们不会伤害孩子 来 您出来说 你送水 来 您出来说 您放心 嗯 我们不会伤害你孩子 过来 过来 干嘛你 过来 你干什么 找你说 想不想吃呀 想吃 但是呢 你要回答姐姐一个问题 姐姐就打开给你吃 好不好 好 你过来 快 你再动手 我喊完了我 你喊 你大声喊 你让这小区所有人都知道 你沈亿达是个什么玩人 你是个大貌爱人的伪君子 喊呐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常游戏了 是啊 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你去 听听听 谁啊你啊 你管着着吗 大哥 大哥大哥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我告诉你 你伤害常游戏伤害他还不够吗 从今往后不许你骚扰他 你听见没有 听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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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别害怕 我这回来是跟你押了点东西 什么东西啊 圆满 快坐吧 许红 你还有你睡了什么 跟他一样来杯茶吧 气色不错找我有事 真的 你也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 我气色好啊 最近好多人都这么说呢 那说明你住院有数啊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逆生长的速度可不能太快 否则人家会以为铁头是你的数 那就差半了 好 这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那我说完了 好 谢谢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一会儿被铁头听到了 还不跟我拼命 你怎么还跟小的时候似的啊 说话没个分寸的 我说的是万能美 哎 圆满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啊 那么好的东西 怎么只想着肠瑞雪 不想着我呀 哎 怎么了 他把万能美给你了 啊 人家天生丽质 哪用得着这个呀 就都给我了 圆满 你那儿还有这个要吗 我得巩固住我的成果了 哦 有有有 当然有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你放心 花多少钱我都乐意 这万能美的进货渠道 有些麻烦 目前只对我们医院的顾客 和会员销售 成外面的人 哎 我怎么成外面的人了 不就是会员吗 我花钱入会就是了 有 这事不是我负责的 管销售那个让我认识 特别矫情 特别顶真 除了要求成为会员 还要求每个购买万能美的会员 欠一份什么什么免责协议 免责协议 哎呀 其实就是百谱 熬到行啊 当然也是一种销售策略 啊 我懂我懂 就是我们卖的是好东西 你们爱摆不买是吧 你放心 只要是能拿到药 不管是入会啊 还是免责协议啊 我都照签 行 那先谢谢了 好 好 来 喝口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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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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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白分工夫吧 这颜色还真差不多 啊 这哪是差不多 这简直是一模一样 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 要不是我多走那几百米 你能找到吗 我来吧 哎呀 长姐姐 你看弄得怎么样 你们辛苦了啊 哎 休息会儿吧 我来收拾 不用不用我来收拾 长姐姐 你就让她这大老爷们儿弄吧 咱们去那一店转转 陪我去看看好不好啊 来 走吧 走吧走吧 谢谢 好久都没去了 人家都想你了 东西拿来了吗 拿来了 你的马之舞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好做起来 我看她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还挺高兴的 是挺高兴啊 以前她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她现在知道了 姐姐 我先接个电话 喂 思思 那卡在你那儿吗 没有啊 不在我这儿啊 小夕说不在她那儿啊 对 在我这儿 在我这儿 你缺心眼啊 赶快拿我来 这缺心眼 姐姐 嗯 我突然想起来 我叔还有点事情 我回去一下 要不 你先去店里 行 那你赶紧去吧 那太好了 我走了姐姐 嗯 你们看 周总很重视这个项目 看这里 海天书就在前面 我们去看看 艾米 收拾完都已经滚蛋 滚 干嘛呀 用火头让人气也不用 那总得有人劝对她呀 你总得两人把火火发热了 啊 那姓前的走的时候 就应该拉箱警报 可是她没有引以为戒 太大意了 是太自信了 梁总 你们去忙吧 我进去看看 我现在就回来 我趁着这次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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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平常对他们不好吗 直场如正常 你不是没经历过风浪的人 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军心不稳还是小事 算了 你也别安慰我了 那好 咱们就说点实际的吧 你有没有想过 进行一次内部调整 什么调整 打乱现在的项目划分 重新组合 让他们无机可乘 另外让老张老陈这些信得过的老员工负责监管 杜绝一切发生的可能 我这么做不就承认我铁头怕他们了吗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承不承认有区别吗 当然 我铁头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不能向他们服软 我已经决定了 把该上马的项目全部上马 让他们想带什么就带不走 我不同意 为了七二一地块 你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 你不能再冒险了 该冒的钱就得冒 你哪儿来那么大的自信呢 就是因为你太自信了 才会导致现在的局面 怎么 你想挑战我的权威 是 出去 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理智不了出去 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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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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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头你别着急 我马上过去啊 你等着我 袁夕 我得出去一趟 你雪红阿姨出了点事 照点事交给我啊 好 对了 这是这个屋的备用钥匙 你拿着 一会儿把门锁好了 听见了吗 行 我知道了 走 铁头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呢 没说几句话就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夫 我老婆怎么样了 现在情况还不太明了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得的什么病啊 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进行最大的努力 放心 没事 出去啊思思 老爷子 老爷子 思思 你怎么了 老爷子 我在弄堂看到我爸的助理了 你爸的助理 你爸的助理 我在想那天我爸发了那么大火 他会不会在策划着什么报复计划呀 你怎么回事啊 报复 多了 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我先走了 老爷子 没事 先生 我们先给你谈谈病人的情况 大夫 我老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你只要能治好她 花多少钱都行 这不是费用的问题 具体情况呢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检查 贺先生 您太太最近是不是在服用什么药物 药物 什么药物 老婆平常身体挺好的呀 也挺注意保养的 好像没看她吃过什么药 不能好像 对于这种不明原因的昏厥 我们要排除各种可能性 你是她丈夫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有什么线索呢 及时告诉我 好吧 来 主任 谢谢您啊 你先别着急的 我想不起来 我 这样吧 你现在赶快回去一趟 你找一找 这创头棍啊什么的 还得平时吃什么药 把药拿过来 让主任看一看 我真是个废物 我连我老婆平常吃什么药都不知道 行了 你去吧 让我盯着呢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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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慢点啊 放心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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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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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上帝带走了她 因为她是天使 她回到了她来的地方 她带着你给她的爱 在天堂里边快乐地生活着 瑞雪 这是佳佳亲手画的 现在这幅画就放在你舞蹈室的放音机后边 佳佳把这幅画放在她的枕头下面 她要让她的妈妈天天陪着她 永远不离开她 瑞雪 虽然佳佳走了 但是佳佳在天上一直看着你 她希望你快乐 她不希望看到妈妈的眼泪 她希望看到妈妈那美丽的身子 看到妈妈跳起那美丽的舞蹈 瑞雪 快乐起来吧 这是我的请求 相信也是佳佳的请求 佳佳在天上看着你呢 常姐姐 为了拿到这些视频 还有那幅画 她和沈亿达打了一架 如果不是我俩跑得快 现在就在拘留所了 常姐姐 她会为你做了这一切 不知道你是否会接受 但是她一定尽了最大的努力 你干吗呢让你拿个摄像机 你能那么慢啊 知道了 车就过来 常姐姐 就算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她 为了关心你的人 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好吗 思思 来了 你放心 肯定不会出岔子的 说不定现在正感动得热泪盈眶呢 钥匙 我在呢 改天我给你送过去 对了 雪红阿姨怎么样了 还没醒过来 可能是药物中毒 我知道了 好 那先挂了 小琪 可谁打电话呢 马叔叔 你雪红阿姨怎么了 雪红阿姨好像在贺叔叔的公司 突然晕倒了 人是抢救过来了 可还昏迷着呢 怎么会这样 大夫说好像是药物中毒 但不知道是哪种药物 好 我知道了 改天啊 我去看看他 好 我知道了 改天啊 我去看看他 改天啊 好 好 加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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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万能美的销售 必须让当事人签免的协议 不要万能美是吧 必须 祝我 谢谢你 走吧 看雪红去 怎么会这样 前段椅子还好好的 都这样 贺先生 您带来的药 我们都化验过了 有什么问题吗 都没什么问题 这都是一些日常硬药 不可能导致如此严重的 肾腮结现象 贺先生 要是查不出 什么原因的话 恐怕很难对症下药 铁军 我记起来了 前些日子雪红来 我来我家的时候 我给过他一些药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药 什么药 我一时记不起来 只记得上面全部都是英文 英文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个药 大夫 您看看 这里边药呢 我找到就是空瓶子了 卫星 这药你是哪儿来的呀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是原本的好朋友 我找他有急事 他办公室在哪儿 先生 你找原医生有什么事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找他有急事 你这儿 原医生来了 咪头 你怎么过来了 雪红怎么样 我正想抽红去看看她呢 正昏迷着呢 小房 哥 这个药是不是你们医院买的 你是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药 这是一种女性美容保健药 效果很好的 我不管什么效果 你快去 我拿一瓶来 干吗 我要去检验 大夫说了 雪红的昏迷很有可能 跟药物中毒有关 如果真是这个药的事 医院好对症下药 你还愣着干吗 我快去呀 铁头 你这不正难为我吗 雪红太可怜了 雪红 你得坚持住 铁头离不开你 为了她你也得挺住 听到没有 雪红 你得挺住啊 为了爱你的人 你得坚持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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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红 谢谢你 雪红 雪红 我也是提人的 你让我把药 给你拿去做化验 要是被领导知道了 我这反弯可难保护 这都 你也知道 我这不演副院长 可是好不容易再当上头 小胖 当初你当副院长的事 我没有帮忙 你是不是记恨了 怎么会呢 这都哪辈子了事了 没有没有 那行 那你现在 给我把药拿来 哪怕一例都行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领导知道的 静点 我冷什么静 咱们可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好 即便就是没有这么深的交情 那救人移民也是既得的事啊 铁头 你知道 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而且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个药是合法的 在国外 已经有多年的实验认证 完全没有问题 你要不信 将来有什么问题 直接找我好了 行 我记得你说的这句话 小棠 如果以后雪红的病 因为这个药有个三肠两短的 我不会饶着你 铁头 你要这么说 我可就要说你两句了 你这是对我的不信任 这样吧 你回去把雪红的病理拿来 我看一看 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你现在也是瞎着急